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 春天快过完了,夏天也快将近了 然而很多人都开始为夏天漂亮的裙子开始减肥了 今天我们就用这个西葫芦给大家分享一个减脂餐 这也是我经常吃的一款减脂餐 不仅营养美味,而且还非常有饱腹感 西葫芦它是一种常见的蔬菜 但很多人可能并不了解它 西葫芦是一种热量非常低的蔬菜 每100克约有17卡路里左右 这使得它成为了减肥者的理想选择 吃西葫芦的话,我们可以大胆放心地吃 吃饱不挨饿,而且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有助于增加饱腹感,能够减少其他的食欲 西葫芦中还含有维生素C,它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 有助于对抗制油肌,能够保护细胞免受氧化损伤 西葫芦富含维生素C,有助于维护健康的皮肤 加强我们免疫系统,并促进伤口愈合 西葫芦是一种出色的膳食纤维来源 每100克可提供1克的膳食纤维 对于我们的肠道健康非常重要 有助于预防便秘,促进正常排便,减少肠道疾病的风险 甲元素对于维持正常的心脏功能和血压控制 也有非常大的关系 西葫芦含丰富的甲元素,有助于平衡 我们体内的电解质,降低高血压的风险 另外,西葫芦含钙量很高 还含有葡萄糖和丰富的维生素C 其中西葫芦含有卢巴碱和丙醇二酸 这些物质能够对糖类转化为脂肪等功能进行抑制 所以吃西葫芦有非常好的减肥和美容的效果 糖尿病人也可以多吃 经常吃一些西葫芦,对身体健康有非常多的益处 西葫芦里面含丰富的维生素和一定量的果胶以及木质素 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对于粪便排除非常的顺利 西葫芦不需要去皮,把它清洗干净 然后用擦湿器擦成像这样的细湿 擦好把它装入一个大盆中 接下来我们再来准备一个新鲜的胡萝卜 胡萝卜先把胡萝卜皮消除干净 胡萝卜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胡萝卜它也是一种低热量的食物 高纤维的蔬菜 对于减肥效果也是非常的显著 在减肥期间我们也可以放心的食用胡萝卜 不必担心,摄入过多的热量 胡萝卜含有丰富的上食纤维 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预防便秘 同时还含有维生素和增加饱腹感的作用 能够减少饥饿感,有利于控制食欲达到减肥的目的 还能够利尿消肿 胡萝卜的甲元素有利尿消肿的作用 有助于排出体内多余水分,减轻水肿 对于因水肿引起的肥胖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能够促进新陈代谢 胡萝卜中的维生素C和新元素 可以提高人体的新陈代谢水平 加速脂肪消耗,能够有助于减肥的效果 总之胡萝卜具有非常低的热量 高纤维,利尿消肿,促进新陈代谢的特定 特别有助于减肥人群食用 胡萝卜可以榨汁喝,也可以生吃 还可以凉拌,炒着吃,水煮都是非常不错的 去皮后的胡萝卜同样把它擦成细湿 擦好跟西葫芦放在一起 然后碗里面加入两大勺的食盐 用筷子搅拌均匀,把它们撒一撒里面的水分 撒出水分之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简单淘洗一下,再挤干水分就可以了 然后放在一盘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提前泡发一些墨 其实大家都知道,墨有非常好的养生功效 大家可能没有关注过 毫不起眼的黑墨,它不但好吃 竟然还有这么多的功效 黑墨颜色黑,质地柔软 味道鲜美,口感爽脆 不但为中国菜肴大添风采 而且还有养血助源去病延年的作用 黑墨营养价值可以与动物性食物相媲美 具有补气血、减肥、清肠胃的功效 我们经常吃一些黑墨 它可以把残留在人体内消化系统的灰尘、杂质 以及附着在肠道内的毒素 集中起来一起排出体外 能起到清肠排毒的作用 黑墨特别适合高血压患者去食用 虽然不能够降血压 但是黑墨几乎不含钠 特别适合低钠饮食 同时有较多的膳食纤维和铁元素 可以加速新陈代谢 帮助肠道蠕动 帮助消化 具有降血糖的作用 是特别优质的减肥食品 食用黑墨有很好的减肥效果 但是要注意烹饪方式以蒸煮为主 浸泡好的黑墨把它清洗干净 然后把它切成细湿 切好和其他两种食材放在一起 接下来在碗中打入三颗鸡蛋 减肥期间适量的吃鸡蛋 通常是不会长脂肪的 鸡蛋中含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 而且可以为人体提供蛋白质 早餐如果吃上一个鸡蛋 可以增加人的饱腹感 可以降低热量摄入 有效地控制体重 而且还可以补充减肥过程中 身体需要的一些营养 平常吃鸡蛋还可以补气血 增加饱腹感 但是鸡蛋一定要以清淡为主 煮着吃或者是蒸着吃 鸡蛋把它搭成蛋液 然后锅中加入少许食用油 把蛋液倒入锅中快速滑上 把它滑成鸡蛋碎 然后加入其他食材一起 调味的话非常简单 加入食用盐和一点点13香 然后充分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接着再准备一些角质皮 每次大约5张左右 用擀面杖把它压扁压开 稍微的擀大张一些 这样更方便我们的包质 然后再把它一张一张的撕开来 全部擀好我们准备一张 放在菜板中 然后包入我们准备好的菜 包的时候要包紧实一些 这个面皮边边涂上一点清水 这样更好包质 像这样一个就包好了 全部包好后把它依次摆入锅中 全部摆进来 然后盖上盖子 大火蒸上8分钟左右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一个小红星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可以让我高兴一整天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麻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星吧 辛苦大家了 时间到后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每一个都非常的漂亮 晶莹剔透 我们一次可以多做一些 放在冰箱里面冷冻 想吃的时候加热就可以了 这样一款非常营养 用美味的减脂餐就煮好了 里面的食材非常的健康 多吃也不用担心会长胖 不管是早餐还是午餐晚餐都可以放心的食用 而且对于糖尿病或者是高血压人群都非常的有益处 喜欢的朋友不妨收藏起来试试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